在0403大地震以後 我們就不斷的針對新莊到板橋的新葉橋 因為它是一種釣索所建築出來的橋樑 所以當時就有發現 在當天就有看到我們的釣索 有一條有彎曲 那經過這段時間詳細的檢測 大致有四條 甚至有一些開蓋是脫落的 所以我們要做整體的安全檢測的一次的一個檢查想去 所以目前大概我們規劃 從4月22號到6月3號 我們做好所有56條的這個調整 全部把它做安全檢測 那除了這個安全檢測做到好以外 我們在修復的過程當中 同時會請我們的土木技師 以及所有的寫者專家主持人的團隊 來把它做好修復 所以這段時間也給市民朋友 在自行車賽行人的過程當中 帶來不方便 所以我們特別啟動 新北大橋、新海橋、湖頭橋的這行車道 讓市民友來做一個替代 我們一定會修好到安全無遺 才會重新的啟用 那市長 預計現在最快什麼時候可以回復 我們目前大概預測到6月3號 會把整個檢測相關的資料 把它經過非常完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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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